新城乡公所13号办理原住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 上午8点开始祭天祈福仪式 开幕式及创意竞场场面非常热闹 而新城国中的操场聚集了全乡共14个部落 超过1500名的原住民族人 不分族群准备同场竞技 迎接多项的竞赛项目与挑战 今天乡7月6号办理阿美族部落封印节之后 在隔一个礼拜并且扮演的原住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 13号在新城国中扩大办理 上午8年开始祭天祈福仪式 开幕式与创意竞场场面非常热闹 新城国中的操场聚集了共计有14个部落 超过1500名原住民族人 部分族群准备同场竞技 热身运动以及贵宾和族人们共同来暖操 接下来项目有国小组50公尺短跑 青少年100公尺短跑 社会组100公尺短跑等等 透过竞赛活动建立文化学习场域 并且传承原住民文化 将传统技能借有趣味的方式 传算给部落青年以及勇士青年 今天谢谢各位贵宾 包括我们郑天才委员 陈寅委员 我亲自到要来我们的会场跟大家致意 也谢谢花里先生 我们长久跟新城乡 不管在原民事务方面也好 在各方面的文化的推动 建设方面等等 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推动 尤其是在原住民事务方面 我们每年的 不管各族群的祭典税儀 以及各项的活动 在各位主人的努力支持之下 尤其每年 在我们 封年季之前 新城乡我们各个部落 我们在相公务所的统筹运作之下 来举办这个运动会 是非常非常意义的 传统文化技艺的一种 那在这边要代表新城乡公所的团队 向今天以为的嘉宾表达自信 也谢谢各位统幕 组长 各位部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一起来参加运动会 唯有强迫的体贱 还有健康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你来在这边 祝大家平安喜乐 祝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现在看到何里太表示 所有主人们的运动精神 都是部落与清晨相的骄傲 也借此活动 让族群和部落相互交流联谊 寻回部落族人们文化根基 对部落文化传承的热情 而这次看到参加族人们逐年成长 超过1500名族人们共享胜举 而每年的原住民族运动会 参加年轻人逐年的增加 出了奖项更多的以年轻族群为代表 更是展现新城乡公所 推动部落传承的成效 相当合了一台带领团队 继续为族群的融合 以及文化传承来努力 也感谢族人们积极参与部落伺 以及支持公所的团队 吸收打造族群融合的好环境 记者族群融新城相报道